老人家关爱下一代 扶上马送一程是常有的事 吴宗宪的女儿要做电视主播了 老爸的事业终于是后继有人了 可是也不算是继承副业吧 你想吴宗宪是综艺节目主持人 那他女儿是要做新闻主播 这俩风格也差太多了 好像也是啊 在专业上老爸可能还真帮不了女儿太多 不过俗话说虎妇无权女 女儿应该不会太差 你说女儿好像也要当主播了 有这么回事吗 这个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没有什么地位可以讲这个的 那你会支持女儿主持吗 他如果加入的话我也欢迎 当天是吴宗宪主持的一档新节目 两天一夜开播发布会 他率领马可 朱子骁 张瑞 江超 以及韩国明星安琪炫 组成了六人的主持群参与节目录制 吴宗宪一登台便成为焦点 而近日关于他22岁的女儿吴佩如做主播的事 则是成为媒体追问的话题 看来吴宗宪早已提前做好准备 使出各种招式来对付媒体的提问 入行29年的吴宗宪在圈中人脉颇广 再加上自己也有开办演艺公司 更是曾一手捧红了周杰伦 因此在很多人眼中 自己的女儿进演艺圈也是迟早的事 你这么多好人员在那个演艺圈 会帮女儿逃路吗 会会会会 会在就是工作方面帮女儿吗 在哪些方面帮了她呀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她还没有出道嘛 将来再说 因为这些个新闻觉得适合做主播嘛 适合适合 那是